好像很久沒做過氣炸鍋的食物 這次是一個宵夜 這個宵夜是小弟有一天 喝完酒後就回家製的 喝醉酒就吃什麼都好吃 雖然是這樣 但是也真的很好吃 它香噴噴的樣子實在是很吸引的 食物很簡單 有一隻黃油的春雞 在這些超市的急凍 section 就會見到 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食物 打算 air fry 因為今晚我會夜回家 所以會沒空 手中那麼大的春雞 春雞的朋友大一點 好像黃油雞 忘記了什麼 買了很久 一塊檸檬 然後兩片月桂葉 碎番茜 然後這個就是一些芫茜粉 西式香料來的 第一件事就要將它表面有一陣乾 是會將它再放在冰箱裡封乾 但是一陣乾是一件好事 買回來的時候 就有一些繩子紮住 假如你不是對那些繩位有特別的要求 你可以完全不理會它 屁股這個洞其實都很足夠 你將調味料放進去 我們是將裡面引乾 你洗乾淨 用手指塗進去 它那些髒東西就塗進去 其實它都很乾淨 屁股這個位置 擠一些檸檬汁 然後用手指塗在它的內胸裡面 然後檸檬不要丟掉 檸檬我們一會塞進去 然後調味 鹽 它的內胸也要點鹽 皮要鹽 是要令到它的水份 出發 令到它乾身一點 然後胡椒粉 那個屁股洞的位置 這個位置也要拋下去 有多的就撥出來 然後倒進去內胸裡面 一樣用手指 sorry 用臭手指 調味進去內胸的位置 這個是一個 我不想解成 因為又要再摘到飯 我要上班 我要出門口 OK 好 塗完之後 就將兩片的月桂葉 就在這個屁股這個洞的位置 就放進去 然後我們的芫荽粉 番茜粉 就倒進去 好 一樣 我們塗勻它 檸檬 在那個洞裡 塞進去 完成 留了蒜粉 不好意思 對 我還要加蒜粉 蒜粉不要那麼多 一個茶匙夠了 因為雞不是太大 一樣 很香 塗在它內胸的位置 好 然後用碟子 裝起它 不要包保鮮紙 就這樣包雪櫃 優去風乾半天 晚上我們喝完酒回來 當天就吃了一碗拉麵 回來之後都是很餓 所以就索性真是煮一隻雞來吃 氣炸鍋攝時180度 然後今天有個材料漏了 就是這個百里香 Thyme 就可以用新鮮百里香 搓炒它 然後塞進內腔的裏面 百里香我們醃的時候 然後其實它不會真的給我們的肉味 因為我們那個百里香 是要有溫度的時候 它才可以散發香味 換句話說 就算你放百里香在裏面多久都好 其實那個雞是不會煮熟到它的味 好 就可以把雞放進去 你可以見到這個籃子 其實我用了幾次 它都沒有塗膠 因為其實我都很粗暴 不斷放進去 拉出來 椅子 其實so far 都挺好用的 你可以見到下面有顆星 其實真的不用這樣反它 不過我就特意反給你看 給你看一下裏面是什麽環境 還有為了一個安心 我都是喜歡反一下它 好 我們焗完它大約是20分鐘之後 那你就可以將它放正 然後放進去 用攝氏200度焗它5分鐘 即是說25分鐘這隻雞就可以吃的 這隻雞其實最好就至少醃30分鐘 過夜是最好的 當然 好 然後你看到它的皮 就其實已經見到是非常之靚 當然你想要再靚一點 就千萬不要焗久一點 因為這個時間是最好的 雞胸都很好吃的 這個溫度和時間的配搭 so far 是做這個雞質以來 都未試過失敗的 假如你想去皮再漂亮一點 你可以在焗之前就塗一塗油 或者是最後上一上皮去焗都OK的 到最後當然要看肉行不行 你可以看一下雞腿的位置 骨的位置是偏粉紅的 然後側近的位置當然很多汁 雞胸也都不是說粗的 你可以見到其實都是可以接受的一個程度 幾十元一隻急凍雞 你不要那麼多要求 總之好吃 簡單 我都很久沒試過做這麼簡單的東西 假如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要讚好分享出去 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Instagram和Facebook 我們是不熟不食Cooking Room 我們下次見 拜拜